农村会常建议植物 名字与用途都与毒蛇有关联 传草价值很不错 有人称之为活血草 不认识他人把它当作杂草除掉 太可惜了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与毒蛇有关的植物 也是农民发现的 这植物生活当中用得到他人比较多 大家可不要忽略掉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 农民生活当中 田间、荒地、菜地、路旁 这植物可以说随处可见 植物学名叫蛇行伟林菜 别称有蛇行、威蛇、小龙牙、蛇咸等等称呼 蛇行伟林菜是蔷薇科伟林菜鼠 一年、两年或多年生树根性草本 植株型的特征 花金上升或匍匐 基生叶 叶为鸟族状或是手掌形 五小叶 叶子 道软圆形或常然道软形 叶子正方两面都是绿色的 床珠都有背书柔毛 每年四到九月份 巨上花絮 密集于枝顶 花瓣黄色 瘦果 圆形 蛇行伟林菜是很不错的野生草药 草药人常常会根据它的生长环境 在田边、水盘、山坡草地来寻找它 床草每年夏秋季 采收回去洗干净晒干 是可以当作药材来利用 蛇行伟林菜又名蛇咸草 植物名的由来 稀有田腹耕地 直见创蛇在焉 千知有一蛇咸草着山口上 近日蛇山走 田腹取其叶至山皆宴 本部之草名 香人应以蛇咸名之 古人云 蛇咸能须以断之子如故 非万人也 植物名的由来 田腹它是指种田老人 蛇咸 蛇受伤 这种草附在山口处 蛇伤好 蛇跑了 蛇行伟林菜 后被李时生 收集在本草干木当中 生活当中 有不少人会利用得到 这种植物 往往被大家当作野草的除掉 蛇行伟林菜 看似很普通的一野草 生活当中 常有人会去寻找它 在专业科普方面 大家都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知道它的用途与价值了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